慢慢的将去过渡 贴近树干的边质颜色寄生 看这个树还是这样立体 这样绿色的我先把我中间再填一下 往旁边将你们缓动去过渡 看这个头颖它的边有点虚异 不要太实了 那就是一个生率 好 下来之后再用勾线笔 我们还是用水勾线笔去加一点浅色 就是白色 像绿色加你们黄色 你们黄色稍微多一点 调好之后的用笔再洗一下 你这上衣料不要太多了 好 看你要调的笔线 再加一些小草勾线 把这个影子吃完下方 看起来比较乱的地方 都盖一下 看它就和草币能融一体了 刚才小草就把影子的生手盖住了很多 这样它就不会显得太暖 影子也是和草地融合在一起了 这个颜色的营料 营料转到先一些白 不然它不是盛色的 因为你们黄很多 现在小小比较薄的地方都可以再去 反复的它用这个浅色小小 反复的去描 光下有点强 光下有点暗 这么挺亮一点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小 其实拍出来小小 它自己显得有点 颜色越暗 其实还是挺亮的了 直纹还是挺亮的了 如果觉得太暗的话 都可以再聊 中间是吧都可以再聊 也可以用一些生色小草 再把这个生色部分 加在变加的密集 一步往召加 两条的笔线 往左往右 对大家 不用全部往右 往左 好了 那看一下 那现在这个树的话 就这样一个画法 然后再把树干的左边 用土黄色衫白线带 树干的左边再提亮一点 土黄色衫白 装构线笔 跟构线笔 当的去去的 有一些短线 一些小点边 这样再把这个树皮 熬土不平的效果再处理一下 当的去去的 这样去扁 这些细枝 比较粗的枝 也要去提亮一下 白色可以多加 白色多加 它会看起来更妙 好吧